一团某董事长久醒后被抱验证 闺蜜却挽着丈夫的手走进房间 威胁他签写离婚协议书以及补权转让书 否则明天各大版面头条将都是他的验证 看着一张张大尺度照片被散落一顶 是自己当初瞎了眼被两个最信任的人双双背叛 也恨自己父亲去世两年都未曾插手过集团管理 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早已被丈夫架空 如若他们手里的视频再传出去的话 更无人能报 看着大事已去他含泪签下协议 只能在心里混混 恨自己欲人不输 更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一夜之间傻白甜甩掉了曾经的恋爱脑 他隐姓埋名独自踏往一国他乡 整整五年 无论是怀孕还是重病 他都一个人熬了馆 在国外努力学习 每次想到那两张阴臭的嘴脸 就告诉自己一定要从苦难中爬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考入顶尖设计师行列 成功拿下S国设计大赛冠军成为首席设计师 正是他的优秀才与巨士首富丁家达成合作 于是便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庞星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妈妈曾经的家 下飞机丁氏集团便派专车送他去发布会现场 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回国不仅仅是驳回下家这么近 还要让被判过的人知道 被逼上绝路是什么滋味 发布会现场夏威威带着女儿露她 此时丁氏集团的少爷现任执行CEO丁子墨的演讲已经开始 这次发布会主题是有关于丁氏财阀的种子 其中服装产业只是庞大丁氏财阀中的一条 夏威威见她的气场强大还担心女儿会不会被下 可小家伙自从进入会场便眼里泛着心形一眼 真不知道这小脑袋瓜里都在想着 而唐欣看着台上霸子英俊潇洒的脸庞泛起了花痴 这不就是自己心目中daddy的样子 按照时间安排来看也快到服装行业 就在夏威威准备上台之时 唐欣突然跳下座位跑到舞台上 指着丁子墨大 daddy 你做我daddy好不好 横娃随便抓了个冤种叫爸爸 身后的宝妈有种抠脚的尴尬 以后你就是我爸爸 跟我混 三天乐酒论 一时间谣言四起 难道是私生子 夏威威连忙起身上前叫住你来 唐欣你这样很没有礼貌 认错人还喊出来打扰了发布会知不知道 紧接着她借此机会自我介绍 我是这次和丁氏合作的GH特央设计师夏威威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下合作内容 此时唐欣乖巧地站在妈妈旁边不敢乱说一句话 而爸总却掩认出这个女人 五年前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爬上自己床的女人 这时一旁的助理提示要不要将女人和小孩带下去 爸总却对这对母女产生了好奇事宜不用 因为她从不排斥有手段的人 况且事后她也不曾要钱要钱 今天突然冒出来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不知道这个叫唐欣的小女孩到底和自己有没有关系 随后便下令去调查夏威威以及五年前那件事 发布会议结束很快登上各大版面投票 虽然夏威威成功拿下高利润合作 可她却忧心忡忡 因为网上已经谣言刺激 丁子墨与夏威威隐婚已遇有一女直接登上了头条 她抚摸着女儿的小脑袋 嘱咐唐欣下次千万不要这样 唐欣撅着小嘴气冲冲的回忆 我还不是为了给妈咪找一个好男人吗 我只是不想妈咪再那么孤单了 唐欣才四岁多一点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 却已经在为妈咪着想 夏威威不禁有些心疼 下一秒便将女儿拥入怀中流下泪水 唐欣 妈咪有你一点都不孤单 唐欣安慰着妈妈称会一直陪着她 第二天助理查到了夏威威的资料 便一早向丁总对报 丁子墨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来历 横娃在发布会现场抓了个原主叫爸爸 让台上的爸总未婚喜当了爹 孩儿他妈连忙上前解释 可随后就有前夫哥登门造访 一时间孩子的亲生父亲成了女 发布会结束后 爸总便派人开始调查母女 原来夏威威曾是下家千金 可她却主动放弃了下家股份前往国外进行 今天她是以GH特邀设计师身份回国的第一天 丁子墨这个人向来不尽你算 无论家里长辈怎么催促她都能拒绝她 但唯独夏威威是个例外 尽管那一晚后她不辞而别也不会介意 何况按照时间来算说不定那个萌娃就是自己的子 想起发布会上萌娃内部林的大眼睛还真是可爱 正好可以用她来堵住家里老人们碎碎念的子 于是她便下令想办法弄到萌娃的DNA 若是匹配成功定要将萌娃带回兵家 然后再和夏威威做笔交易 相信她会答应你 霸总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是好 可不知道人家母女是怎么想的呢 这边夏威威来到GH公司办理入职 谁料却遇到个狗眼看人低的主管来了个夏威威 只见她手拿把掐的教育起了这新员工 可人家夏威威可是被GH特邀来的设计师 她想想也无所谓 毕竟此次回来的目的是那对狗男女 这种小与小下的威胁何必放在心上呢 她礼貌地做着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夏威威 谁料身后却出现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 那对狗男女居然找到了公司 还张牙舞爪地询问孩子是怎么回事 还没开始复仇他们却找上了门 只见前夫哥情绪有些激动 那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了 周围经过的人都议论纷纷 想起自己一人在国外发现怀孕简直是晴天霹雳 以为是怀上了陆家豪的孩子甚至都有打掉的念头 可后来发现自己的备孕记录时间来算完全对不上 哪怕是陌生人的孩子 他也会将她视若珍宝 此时的夏威威已不是当初认她欺负的女人 你凭什么觉得是你的孩子 女人被丈夫与闺妮双双被怕而独自出走一国他家 当她再次归来前夫哥却想起了她的好 可女人早已不是当初围着她转的恋爱呢 狗男人得知女人独自带着孩子便找上了门 夏威威那孩子是不是我了 可女人却称孩子不是她的 眼看现场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狗男人有些挂不住脸声怕被人认阻 地上一张名片便以心情不好说要离开 明明是她劈腿在先却摆出一副被绿的模样 简直可笑至极 夏威威接过名片当面撕碎 陆家豪 不要以为你说了句人话就把自己当人 要发疯滚原点 这里可不是你的狗窝 紧接着便将名片丢至垃圾 气得狗男人带着小三灰溜溜的走开 随后琳娜带着夏威威参观了GH公司 便将她安排到公位上 表面笑脸相迎的琳娜却早已认出 她就是当年夏家集团那位草包大小子 传闻中抛下了自家公司离家出走 将市价几亿的公司拱手让人 八成是没离婚就在外面偷男人被发现了 就以她这草包大小姐能成为高级设计师 肯定是潜规则上位 才能空降到我手下做事 傍晚的陆家别墅 雅琴像发了疯一样质问狗男人 生怕她与夏威威死灰复燃 狗男人连哄待发誓这才安抚住雅琴 随后便已有文件要处理 唯由独自来到书房 每次回家的被质问早已让她身心疲惫 回想五年前 每当工作完回家后 夏威威总会帮她按摩舒缓身心 可比起雅琴 夏威威真的是个温柔贤惠的妻子 忍不住想念的她便拿起手机给威威发去消息 约她在老地方间 没想到刚回国就出了这么多事 夏威威正在浴室泡着澡 手机短信响起 没想到又是那个狗男人 她是脑子有病吗 还有脸联系我 忘了当初是怎么背叛我的了 女人懒得理会便直接将她删除拉黑一条龙 爸总被萌娃当众叫爸爸 她虽然猛逼却乐在其中 随后便派人查询萌娃的身世 忙碌了一天夏威威开车去幼儿园接唐欣 可赶上了晚高峰错过了放学时间 当她赶到幼儿园时连忙向老师致歉 唐欣是不是还在里面等我 此时老师看见她出现愣了神 唐欣不是已经被她爸爸的司机接走了吗 你们家长没有沟通好谁来接孩子吗 夏威威听见后震惊 什么爸爸 身体有些控制不住的颤抖 我是一个人带唐欣生活的 她会不会被拐乱了 可是想到父亲 该不会狗男人约会不成便打起唐欣的主意 紧接着便从黑名单中将狗男人找了出来 她居然敢以父亲的名义把唐欣接走 也就她有这么卑鄙的事了 电话刚一接通 陆家豪便诉苦一个人在咖啡馆走了好久 夏威威有些控制不住的大 唐欣是不是被你接走了 狗男人一脸猛逼 什么唐欣 什么情况 女人再次声明 孩子不是你 你就这么想喜当爹吗 狗男人被骂得直冒汗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今天没等到你就回家了 孩子真的不在我这里 此时的夏威威有些绝望无助 如果不是她带走唐欣还能有谁呢 这时老师连忙上前安慰 唐欣妈妈先别着急 我们去查看一下校门的监控 感到愧疚的老师让她可以先报警 真的很对不起 话还没说完 那个带走唐欣的司机便出现在眼前 就是她带走了唐欣 女人定睛一看这是谁啊 随后便大不留心地走上去询问 抛起她的衣领 我的唐欣在哪里 你究竟是谁 有什么目的 此时的夏威威已经无法控制内心的情绪 丢了孩子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这时司机微笑安慰 夏小姐您先冷静 我没有伤害甜心的意思 我是过来接您一起去见唐欣的 这个萌娃从小就是个花痴 看见人家爸总帅气又多惊就想叫爸爸 这天萌娃放学被陌生男子接走 夏威威连忙跟着司机去找唐欣 本以为对方是冲着钱才绑架孩子 可上了豪车才觉得对方不是冲着钱 难道是想要我给GH星做的设计图 但是无论对方要什么 只要不伤害唐欣都有 这边私家庄园 唐欣悠哉地坐在餐桌前 一脸花痴地看着眼前的爸总 小脑瓜飞速旋转 这个叔叔好帅啊 爸总被盯得一脸猛逼 你看够了没有 紧接着小女孩像吃了蜜蜂一样 开始夸赞爸总 看不够 叔叔你长得也太太太好看了吧 叔叔你比我同学追的爱豆都好 颜值五星 爸总被萌娃撩得好尴尬 眼看颜值过关 唐欣店开始询问经济情况 回想刚下车的地方好大好漂亮 而且这房子又大又豪华 叔叔这里是你家吗 得到回应后 唐欣开心地跳了起 住这么大的房子肯定很有钱 财富评估五星 这更加坚定了唐欣的选择 那么接下来就该确认 叔叔是否单身了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上前询问 叔叔是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吗 你的夫人或者女朋友不在这里吗 丁子墨一脸猛逼 这小家伙问这些干什么 他一脸认真的回应 没有夫人和女朋友 唐欣听后满眼冒心情 那就是单身了 这个男人真的是有言有钱还单身 这个叔叔就是做妈咪老公的最佳候选人了 紧接着他双手合十撒娇卖萌 叔叔我可以让你的联系方式吗 真没想到这小家伙被晨安接来后 不但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 真不知道他这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 当萌娃被陌生人带走 他不但不害怕还上前搭讪 看人家爸总有言有钱就撒娇卖萌要联系方式 因为他好不容易才给妈咪找到的候选 可一定要把他看紧了 爸总不懂这小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便礼貌的递上了私人名片 唐欣小心翼翼的接过名片 可幼儿园大班的他还不认识太多的字 姓名冰子 爸总耐心的教他十字 这个字读墨 我的名字 冰子墨 唐欣像是找到了宝一样将名片跑在手心 一会就让妈咪加上这个叔叔的联系方式 他一会将名片高高举起 一会放在眼前看来看去 是不是应该先向叔叔介绍一下我的宝贝妈咪 冰子墨看着这小家伙几眉弄眼的样子 活脱一个小大人 最后唐欣决定先向叔叔介绍妈咪 便向爸总飞奔过去 叔叔 我看你单身不如来做我妈咪的男朋友吧 我妈咪他很可爱的哦 听到这话爸总的脸突然阴沉了下来 想不到那个女人为了接近你 竟然利用一个孩子向我要联系方式 下一秒他便询问萌娃 你来要叔叔联系方式是你自己想要的 还是说是妈妈教的 话还没说完夏威威便破门而入 唐欣你没事吧 母女二人紧紧的相拥在了一起 妈咪 我没事 紧接着唐欣指着眼前的爸总对妈咪说 这个叔叔要当你的男朋友哦 我都考察过了超级棒 妈咪你要考虑下吗 夏威威愤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看来回家有必要好好教育唐欣不能乱跑 紧接着他觉得先与这诱管孩子的元兄好好谈一谈 便让唐欣与门口的小哥哥出去玩一会儿 沉安惊恐 怎么丁总是叔叔 我就是小哥哥了 你快去吧 唐欣却还不忘撮合了 叔叔加油哦 夏威威尴尬的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爸总拿出与门娃的亲子鉴定报告 想用两亿换得门娃的抚养权 原来五年前的那个男人竟然是丁子墨 当夏威威支开门娃单独询问丁子墨 丁总您一声不吭不经过我同意 就把唐欣掳到这里是违法 知道吗 男人丝毫不觉得有错 紧接着夏威威尽力语气平和与他交代 若您是工作上的问题直接与我沟通就好 嘲笑道别人家的孩子直接将他壁动到墙角 夏威威提高警惕 你想干什么 男人突然露出邪魅的笑容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此话一出夏威威完全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丁子墨转身拿起桌子上的档案 担心妈妈都是像你这样不称职的吗 别着急下小姐 看看这个吧 夏威威接过档案带 根据DNA遗传标记分行结果 支持丁子墨是唐欣的生物学父亲 夏威威震惊 怎么会这样 原来五年前那个男人是丁子墨 可他私自做了这证明想干什么 如果他是来抢唐欣的我是不会退让 紧接着他故作淡定询问丁子墨到底想要什么 男人懒得与一个连亲生孩子都要利用的女 直接开嫁一个亿要夺回唐欣的抚养权 夏威威情绪有些失控 就算他是唐欣的亲生父亲 那也是个加害者 竟然还有脸于我抢唐欣 唐欣只能是我的女 丁子墨已经渐渐失去耐心 可要不是为了家里老太太的安心 他才不会与这个算计他的女人谈调节 于是便开价两个亿说着便甩出一张金 我劝你见好就收 别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 夏威威将他的手扒拉开 区区两亿就像换走我的无价之宝 这点钱你还是留着自己养老吧 单亲母亲一人将萌娃拉扯他 如今生父出现竟开价两亿争夺萌娃抚养权 既然唐欣是你的无价之宝 你就让他跟你住在七十平米的小宫 上一个谁都可以带走的幼儿园 的确轮财力实力 现在夏威威确实没有能力给萌娃最后 但是爱不是金钱能换力 眼前这个男人绝不是真心爱唐欣 男人冷笑道 怎么不说话 被我说中了 还放出狠话 丁氏法务部也不是闲着的 夏威威神情慌乱 看来他是真的想抢走唐欣 下一秒便推开了这个无耻的男人朝着门口跑去 男人一把抓住他的身 将他按倒在桌子上 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这么快就恼羞成怒了 夏威威想不到半点逃脱的方法 这时唐欣从门外推门而入 叔叔 你不可以欺负妈咪 你要是欺负妈咪 我就讨厌你 俩人尴尬的起身 唐欣牵起妈咪的事 妈咪我们走 临走夏威威只留下一句话 丁总说的事情我是不可能答应 并奉劝他想都不要想 丁子墨没想到他会如此坚定的拒绝 第二天一早夏威威来到公司上班 看到新人倪小蕊不禁有些惭愧 因为入职一个月以来手里除了丁氏的大单 没有一份震惊动作 而且每次会议上的订单都会被林奈以不合适为由交给其他人 他只能每天除了帮人打印就是给人家跑腿送咖啡 在这偌大的设计部分的还不如打扫卫生的阿姨 于是他向助理小蕊表示歉意 自从你做了我的助理一个重要的设计项目都没有参与 可小蕊却不以为人 哪有 其实也跟您学了不少东西 况且威威姐不像留言里说的那样 听到这话 夏威威顿主 留言 人以为来到GH公司会逆袭翻盘 可他入职一个月就到处碰壁 听到助理告知一个叫露西的到处散播谣言 什么潜规则上位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紧接着公司内部设计竞标案也没有收到邀请 夏威威得知自己处处受针对 猜想是林奈的偏见 没想到她防我防的真紧 这次不仅自己没有收到邀约邮件 就连助理都没有收到 当得知这次比赛内定露西高涉 夏威威按下决心 那我也无必要拿下这个项目 要用实力来攻破谣言 一周后 夏威威脱颖而出 身后跟着一众崇拜者 夏姐这次的策划案真是惊为天人啊 她很谦虚地表示也谢谢大家的设计案 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心理念 此时躲在角落里的露西气得牙痒痒 要不是夏威威这次的设计案就是我的 就在这时闺蜜的信息发了进来 那个抢走夏威威老公的小三发来消息 你们公司是不是新来了一个叫夏威威的 说到这个话题还碰巧是她关心的 傍晚来到眼睛家 她气冲冲地讲述自己到手的计划案被夏威威抢走 这下威威一定是用了不正当手段 不知道给了什么好处给GH大佬 雅琴查理查气的安慰她 生嫩气有什么用 别气坏了身子 想到这下威威也是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一道卡 不如借此机会与露西联合 就在露西一筹莫展之时 她提起那个刘总 你可以把刘总介绍给她呀 你说的真对 刘总一定会很喜欢她的 入职以来这是领导安排的第一个项目 她精心准备只为能拿下这个项目 谁料却被奸人所害介绍给了一个老色批 刚走进包房夏威威就觉得这里的装潢密封道让人喘不过来气 刚见面刘总以他们迟到半小时为由罚了一杯红酒 露西二话没说拿起酒杯便喝了下去 可夏威威没想到这还是个酒局 紧接着露西就开始劝说她要乖乖喝酒 喝开了业务就好谈了 看来这酒是非喝不可了 然后夏威威便也拿起酒杯一饮的镜 看她今天怎么逃脱 很快在几轮劝酒环节后包厢里的人纷纷已有事为由离准 只留下刘总与夏威威在包房内 谁料这个老色批居然直接伸出了闲猪手 威威啊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夏威威向右挪开 然后将项目资料从档案带里拿出 不如趁现在向您介绍一下这次合作项目吧 紧接着刘总根本没有心情听她介绍项目 可夏威威觉得时间不早了还是先谈合作的事情 谁料竟直接惹怒了老色批便拽起她的手 刚刚不是说了吗 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谈 夏威威意识到情况不妙直接抽回了手 既然刘总没有合作的意向 那我就先告辞了 然后拿着资料就要离开 下一条老色批啪的一下将她拽住 装什么装 咱们圈子里谁不知道你夏威威啊 五年前的视频早在圈子里传风了 夏威威想起当年被陷害的情形突然顿住 本以为是谈项目 谁料却被奸人所害遇到老色批 夏威威当即一个飞脚踩了过去 疼得她呲牙咧嘴 你等着 有你好看的 有什么不敢的对付你这样的人 难道要我好言好语吗 就在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心脏却扑通跳动 怎么四肢酸软使不上力气呢 哼 红酒里早就加好料了 你以为还能走得掉 夏威威直接瘫坐在地上 回想这酒局恐怕就是 刘总与琳娜露西串通好 特意为我祖 谁料老色批居然说出五年前逃脱的事情 没想到五年前陷害自己的竟然是她 紧接着她说出五年前是林雅琴拿了钱 却没有办事 害得自己白等了一个网上 还好这次她又将你送了过来 原来都是林雅琴在捣滚 不过危急时刻还是想想怎么逃脱吧 只要逃出这个门 这个色魔不管要做什么都会有顾及 下一秒她用尽全身力气奔向后门 可还是没能逃出她的魔爪 明明就差一点就能够逃出去 男人将她从门口拽了回来 我劝你还是别挣扎了乖乖从了吧 这时她想到手机就在外套兜里 如果能联系上别人就可以求救 紧急情况下她只好拨通了唐欣的电话 刚拨通电话那头的唐欣 便焦急地询问妈咪什么时候回家 她只说了句快点打电话的 话还没说完便被男人请断 看来还是我太仁慈了 才让你有打电话的机会 紧接着便将她带出包房内 她哭红的双眼向服务员发出讯号 服务员询问 小姐您是哪里不舒服吗 老色批直接将她搂入怀中 没事的 她只是喝醉了 当得知妈咪被坏人带走 紧急情况下 萌娃拨通了爸总叔叔的电话 这边丁子墨刚谈完项目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夏威威与老男人勾肩搭背 这个不靠谱的女人 半夜三更不回家 唐欣怎么办 刚要让助理联系唐欣在哪里 这时她的私人电话便响起 知道这个号码的人不多 还是深更半夜 刚一接通就是唐欣那个小可爱的声音 叔叔 我是唐欣 妈咪好像有威胁 她边哭边描述刚妈咪给唐欣打电话的经过 这时老色批已经将夏威威带到酒店内 要叫让夏威威没有一丝力气用来反抗 看来不能硬拼只能制取 于是她便聊起衣服对着刘总好言好语 不如我们一起玩点刺激 老色批一听心血来潮 说来听听 夏威威说就是有没有皮鞭绳子之类的 然后她便派人立刻去购买 不一会绳子和皮鞭都被骑了 夏威威便提议让她先享受这个待遇 紧接着就将她手脚都绑在了床上 就在老色批还在期待中时 夏威威突然变了 你一个人待在床上享受捆绑 老色批即便再生气也不能逃脱这些的死结 可是夏威威如果现在跑出酒店 必然会被门外的人抓活 于是她决定先到浴室内用冷水让自己清醒 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不会是刘总的手下发现了猫腻闯了进来吧 虽然她被吓了料 但也不能借着要劲发疯了 这又是动手又是动脚式的男人都受不了 就在男人要亲亲时 她却将一晚上喝的红酒都吐了出来 夏威威瘫坐在浴室快要放弃了 这时浴室的门被一脚踹开 怎么是丁子墨不管怎么样她出现 就代表那老色批不能再恶心人了 夏威威放下了最后一丝力气晕倒在浴缸中 丁子墨连忙跑上前查看情况 原来她是被吓了料 然后将她从水池中抱起 可婚离中她却开始动手又动脚 不停地对着她喘着粗气 这放哪个男人身上能受得了 丁子墨命令式的口吻叫她清醒日 却也没能让她停止 看着她双眼迷离可怜巴巴的样子 男人忍不住一点点靠近来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丁子墨不由的脸颊羞红 下一秒她却将喝了一碗上的红酒都吐了出 丁子墨的脸都黑了 可是也来不及闪躲 只好任凭她在自己几万块的衣服上吐个痛苦 真不想管这个蠢女人了 得赶紧回家换一身衣服 就在她刚要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她的腿上清一筷子一口 应该是为了保持清醒自己掐的血 虽然她很蠢 但是对自己是真够 于心不忍的她还是将夏威威抱起 喂 醒醒 夏威威 自从认识多精又帅气的霸总叔叔 唐星就一口一个daddy的称呼着 而这个男人也开始履行着父亲的义务 丁子墨不忍心将夏威威置之不宜 于是便帮她将脏衣服都脱下 然后起身将她抱起 带她到浴室冲洗 那个老色皮已被五花大绑跪地求饶 要是知道夏小姐和丁总你有关系 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了 可无论她怎么解释 丁子墨都没有饶过她 带下去好好招待吧 第二天一早夏威威才醒过来 回想昨天的情形这里应该是丁子墨的家 依稀中记得自己像个八爪鱼一样 缠在人家的身上站平 最后好像还要去亲人家 可今天又穿着人家的浴袍 按着分析昨晚我们不会 下一秒丁子墨便领着唐星走进来 这里是我家有什么可惊讶的吗 她团塑在被子里 只是我的衣服都换了 这时唐星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关心着妈咪有没有不舒服 夏威威摸了摸唐星的头 妈咪没事 可丁子墨却嘲讽她简直就是没长脑子 像刘强那种人的酒也敢喝 即便她在生气 可毕竟还是她救了自己 您说的是 谁到唐星却张口就是爹地说的对 喝酒掉脑袋 还会臭臭乱亲亲的 妈咪以后还是喝果汁吧 听到掉脑袋 也只有她亲爸亲妈知道她在说什么 紧接着唐星就开始仔细描述 昨晚妈咪回家的经过 是爹地抱着妈咪回来 然后妈咪就抱着唐星一直亲亲 说着说着自己便突然大哭起 唐星真的好担心妈咪 夏威威安慰着萌娃 下一秒听见那张口闭口的爹地突然愣着 谁料唐星又说昨晚妈咪还亲了爹地 还有巴拉巴拉地说个不停 萌娃深夜造访爸总叔叔的房间 还异常地粘人要求抱抱举高高 谁料她的手一直在人家肚子上挠来挠去 竟是为了妈咪考察她是否有八块腹肌 一早唐星便向妈咪讲述昨晚的经过 妈咪昨天可粘人了 一直抱着爹地不松手 夏威威听后尴尬不已 这么射死的场面全被唐星看到了 紧接着夏威威教育 唐星不能随便乱喊人家爹地 唐星只是按照妈咪的教导 只有爹地才能和妈咪贴贴吗 因为你们昨天都贴贴了 简直让人抓狂 夏威威一声令下 叫叔叔 嗯 好吧 夏威威心想自己生的娃要忍着 不过昨晚还真是要感谢丁祖墨 再怎么样也不想牵扯到唐星 于是他礼貌地表示感谢 若是今后丁总有工作需求定会全力回报 说着便要以唐星还要去幼儿园为由这样离谱 这可把唐星急坏了 这就要走了 他可不想放弃这么优质的爹地候选 紧接着他爬上了妈咪的床 然后自以为很小声地说道 妈咪你没看上吗 叔叔真的是唐星考察下来最优秀的人哦 丁子墨没想到自己在他的眼中评价这么高 夏威威尴尬到手指抠地 然后将女儿抱在怀中 评价这么高哦 是的呢 叔叔不仅长得好看家里还有钱 最重要的是和妈咪一样都是单身 看着唐星两眼放光的样子 他应该是很喜欢丁子墨了 按照唐星的分析我们确实很合适 下一秒又被拉回了现实 小小年纪在想什么呢 还是先洗漱一下去幼儿园吧 唐星知道这是妈咪在转移话题 要怎样才能让妈咪心动呢 小脑袋一转 有了 他高举手指大喊 八块 叔叔有妈咪最最喜欢的八块腹肌 夏威威听见后脸红成了屏幕 昨晚我都替妈咪考察了 妈咪不是最喜欢八块腹肌吗 夏威威连忙堵住唐星的嘴 好了妈咪知道了 龙娃为了能让妈咪嫁给多金大祖 真是煞费五心 一会儿说昨晚他与daddy贴贴 一会儿又说daddy有妈咪最喜欢的八块腹肌 搞得俩人尴尬不语 丁子墨将唐星抱起 我会送唐星去上学 明显看见丁子墨耳朵通红 他就是害羞了 夏威威梳妆打扮好来到餐厅 可还担心唐星再去幼儿园路上乱说 丁子墨却让他先吃饭 夏威威礼貌地感谢丁总昨晚出手相救 若日后工作有需要定能竭尽全力 可丁子墨考虑的从来不是工作 他的注意力全部都在唐星身上 刚对他有一点好感的夏威威 见他打起孩子的主意 又立马对他防备 丁总这未免过于邪恩图报了 这时丁子墨的助理递上一份文件 原来是刘总的笔录 一直以来都是林雅琴和路西的下作套路 随后丁子墨一副能把他搞定所有的样子 而他的交换筹码就是唐星 可相比这些对于夏威威而言都可以自己去 丁总多谢你的好意 有些事还是得自己做才有意义 随后便转身就要离去 这时丁子墨直接放出大招 刚的筹码只是一部分 想必你也听说过丁氏的律师团吧 或许你愿意听听我家律师团给的筹码 丁氏律师团那可是人称必胜可 若他已全是压人我定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夏威威被逼急 搞不懂明明有很多人愿意为他伤害 可他为什么要执着于唐星 一气之下询问他难道是身体不行 丁子墨称只是不想自己挖有任何过得不好的机会 那丁总您还真是负责任的好父亲 他曾是傻白甜的集团董事长 丁氏却出轨闺蜜逼他签下股权转让书 无奈他出走异国他乡独自生下萌瓦 五年后他以GH设计师的身份回补 这天半夜他发消息给前夫哥 渣男收到他的消息兴起若狂 就知道威威心里还有我 随后他欺骗雅琴乘氏合作方的消息 需要到书房处理一下 随后便让助理将明日的行程变更去见夏威威 一日清晨 夏威威刚走进办公楼便看到陆家豪的身影 没想到猎物这么轻易就上钩 于是便安排助理待会要全方位无死角拍照 手机一甩便热情地与前夫打招 没想到陆总您能来真是荣幸 前夫哥特意穿上当年夏威威送的西装 见他笑容满面以为是愚情未了 随后夏威威带他到会议室讲解企划 建筑里的角度刚好可以拍到渣男的正面 下一秒便缓缓向猎物走去 他妩媚地撩起头发 陆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 渣男就吃这套立马被迷惑的神魂颠倒 眼见渣男上套便搜一下弹开 抱歉陆总习惯性凑到身边没吓到你了 渣男冷汗直流 想到以前每天都这么亲密 不一会儿 小助理便咔咔拍下各种角度 什么暧昧的眼神 勾剑搭背 相视一笑应有敬眼 此时会议已经接近尾声 夏威威觉得是时候放出大招了 他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唇印章 走两步便扑倒在他的怀里 顺便就将那红唇印章扣在了他的衬衫上 哎呀 陆总你看我总是这么不小心 儿子 赏